每一年NBA的新闻市场都会有很多大的新闻 一般在自由市场大门的开启后 整个NBA里的美元漫天飞舞 这期间会有很多让球迷非常羡慕的超级大合同诞生 同时这些球员在拿到大合同之后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先下大合同后会有怎样的表现 少有不慎就会被球迷狂喷 在NBA历史上看走眼的球队不在少数 以史为鉴 下面就来盘点NBA历史上著名的十大 垃圾合同 第十位 拉莎德·刘易斯 六年1.18亿顶薪 2007年刘易斯与魔术队签下了一份 六年1.18亿美元的顶薪合同 然而当时能够拿到过亿薪资的球员 无意不是联盟的超级巨星 在魔术队霍华德是大当家 特格格鲁是二当家 刘易斯只能排在第三 尽管刘易斯力助霍华德带领球队打进总决赛 但他始终未能摆脱高薪低能的形象 随着运动能力在2010年开始下滑 真实命中率惨不忍睹 PER甚至跌到了联盟平均值以下 因此魔术队不得不选择止损 将它交易到巫师 刘易斯的年薪高达2100万美元 仅次于科比排在联盟第二 然而NBA在2011年进入停摆 其中的核心原因之一 是联盟出现了大量像刘易斯这样的垃圾合同 正让各大球队老板任无可忍最终 引发了停摆事件 对此刘易斯愤怒至极地表示 那是你们给我的合同 我有逼你们签吗 第九位布兰登罗伊 5年8200万顶薪 2009年罗伊在托荒者队 打出了一个完美的赛季 场均21.5分 4.7助攻和4.4篮板 连续三年入选全明星 在新秀合同到期前 托荒者为他奉上了一份 5年8200万的顶薪合同 托荒者清楚罗伊的膝盖问题 所以他们专门在合同中 加入了一份医疗保险 新合同生效的第一年 罗伊就因为息伤 缺席了35场比赛 场均得分降至12.2分 第二年受膝盖软骨切除的影响 罗伊突然宣布退役 震惊了全联盟 根据医疗保险中的条款 只要罗伊的膝盖 满足永久性残疾的条件 保险公司将承担 罗伊剩余4年6400万美元中的 1700万美元 原本托荒者队 还庆幸省了一大笔钱 然而罗伊心勇不甘 退役一年后 感觉恢复良好 随即宣布付出 并与森林郎签下了一份 一加一合同 这样托荒者感到尴尬 结果罗伊紧打了5场比赛 就再度因伤赛季保肖 最终心怀不满地选择了退役 第八位 埃里克丹皮尔 七年7300万 丹皮尔堪称靠自吹自� 吹出千万年薪的奇葩球员 在生涯前7个赛季中 他在勇士场军拿下8分6篮板 在勇士场军拿下8分6篮板 然而在03-04赛季合同年 丹皮尔为了能够拿到一份大合同 拼命地刷数据 打出了场军12.3分12篮板的精神表现 并狂吹自己是七步第二中锋 有人敢说就有人敢信 休赛季库班用一份 七年7300万的大合同将其签下 更厉谱的是库班宁愿一架签下丹皮尔 也不愿多给纳什一分钱 那时看着这份4年3600万的合同 果断跑去了太阳 不仅签下了6年6300万的长约 还拿到了两座MVP 然而丹皮尔拿到钱之后 便开始打起了养生篮球 此后从未再打出过场军 实加实的表现 同时丹皮尔还一直卡着 独行侠的薪资空间 导致球队无法在内线补强 是诺天王多年来 找不到合适的内线帮手 2010年独行侠将丹皮尔送至山猫换来了 钱德勒随即独行侠拿下了总冠军 而丹皮尔则被山猫裁掉 第七位 约翰沃尔4年1.7亿顶薪 在签下天价合同这方面 巫师确实名副其实 2017年 巫师与沃尔提前达成了一份顶薪续约 合同将在10-20赛季生效 当时沃尔因脚步骨刺手术而短暂休战 预计在18-19赛季末段就可以痊愈复出 然而在术后休养阶段 由于在家没有穿保护靴 在浴室中滑倒摔断了左腿跟腱 直接导致付出时间无限延迟 在家躺了一年后 沃尔最终被快艇买断 第六位 罗奥顿 4年7200万 2016年NBA联盟工资贸大涨 导致诞生了大量的垃圾合同 罗奥顿就在这时候 在自由市场上与胡人签下了一份 4年7000万美元的大合同 然而在为胡人效力的第一年 被誉为英国侨弹的罗奥顿 场均只能拿到7.6分5.3篮板 投篮命中率更是只有38.5% 到了第二年 罗奥顿被直接告知 自己已不是胡人发展计划中的一部分 在出展一场比赛后 被胡人弃用 然而意料之外的是 罗奥顿随后开始了 长达数年的人生赢家之旅 除了赶上了2016年 工资贸大涨和市场动荡 他还碰上了 胡人巴斯家族的攻斗大戏 当时珍妮阿姨即将上位 小巴斯托库普 在卸任前故意签下垃圾合同 以恶心振妮 最终 胡人在2018年利用延伸条款 买断了卢奥顿最后一年合同 每年都需要支付给他500万美元 直到21-22赛季 才彻底算清了他的薪水 第五位 钱德勒帕森斯 4年9,450万顶薪 2016年 灰熊在明知道帕森斯 已经多次接受过膝盖手术的情况下 依旧极其大方的 给他开出了一份 4年9,450万美元的顶薪合同 结果可想而知 加盟第一年 帕森斯仅打了34场比赛 场均仅有6.2分 真实命中率43.6% PER更是排在联盟倒数第四 第二个赛季 帕森斯进行了半月板切除手术 整个赛季直接爆笑 更惨的是 灰熊还给了小加索尔和康利顶薪 直接把薪资空间全部锁死 让球队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无法翻身 而在这三年中 帕森斯只参加了95场比赛 真是躺着就把钱赚了 第四位 尼古拉斯 巴图姆 5年1.2亿顶薪 厂军3加3却拿着1.2亿美元顶薪 巴图姆在黄蜂的垃圾合同 成为了乔丹管理生涯最大的败笔之一 2016年 乔丹在看到了全能前锋 巴图姆身上似乎当年皮棚的影子 毫不犹豫地为他奉上了一份 5年顶薪合同 然而 在拿到大合同后 巴图姆的状态逐年下滑 第二年厂军得分 降至10分以下 甚至被黄蜂贬为替补 巴图姆沦为板凳球员后 并没有反抗 再加上三病困扰 他在合同第四年 仅能场均得到3.6分 三助攻 然而巴图姆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也没有为球队做出任何牺牲 他坚决执行了最后一年的球员现象 迫使黄蜂不得不选择 用延伸条款将其裁掉 但他仍然能够获得合同中的全额支付 更让下单无语的是 巴图姆随后以顶薪加入了快船 并在那里焕发了第二春 第三位 阿兰休斯顿 六年一亿顶薪 2001年 尼克和阿兰休斯顿 签下了一份六年一亿美元的顶薪合同 这个数字令人震惊 也使得这份合同成为了 00年代衡量垃圾合同的标杆 最初看来这份合同似乎还算合理 休斯顿在前两个赛季 场均得分都超过20分 第三年场均得分也有18分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在第四年他仅仅打了20场比赛 就突然宣布退役 令尼克目瞪口呆 对此联盟专门出台了特赦条款 并将其命名为阿兰休斯顿条款 允许球队裁掉一名球员 而其剩下合同 不会被计算奢侈税 然而尼克管理层 竟然没有将特赦条款 用在休斯顿身上 反而选择裁掉了 杰罗姆·威廉姆斯 因为尼克签下的垃圾合同 实在是太多了 到了05-06赛季 尼克又签下了三份独药合同 球队独留 斯蒂芬·马布里 宾临退役的斯蒂芬·弗兰西斯 以及场均持有2.5分的 安托万·哈达威 竟然全部拿着顶薪 同时尼克还不得不付钱 给已经退役的休斯顿 第二位 吉尔伯特阿里纳斯 6年1.1亿顶薪 04-07年 是阿里纳斯职业生涯中 最巅峰的三个赛季 场均可以轰下25.5分 29.3分和28.4分 然而 在07-08赛季 阿里纳斯遭遇了严重的牺伤 只打了13场比赛 休赛期阿里纳斯选择跳出合同 试水自由市场 这时 巫师管理层突然召集了起来 不仅无视了他的悉伤隐患 还给他开出了一份 6年1.11亿接近顶薪的合同 对此 阿里纳斯并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新合同生效的第一年 阿里纳斯紧打了两场比赛 第二年又闹出更衣式持枪事件 被禁赛50场等 解禁后 巫师意识到错误 立即将他送走之损 从魔术换来了 一元先生刘易斯 到了魔术 阿里纳斯场均只能得到可怜的8分 而魔术则明白自己 只是全联盟最强接盘侠 最终魔术只能特赦阿里纳斯 但仍需要在接下来几年 继续支付剩余合同的 6500万美元 第一位 NBA与吉尔纳兄弟 38年7.5亿 1976年 NBA宣布与ABA合并 但有两支球队拒绝被并入 这两支球队分别是 团长队和精灵队 NBA决定出重金解决这两个问题 最终团长队的老板同意 以330万美元的价格出手球队 而精灵队的老板 斯尔纳兄弟则选择了 与马刺绝金 蓝网与步行者 分享电视转播收入的七分之一 当时电视转播并不是很普及 NBA主要依靠门票收入来支撑 因此 联盟对于精灵队的要求 并没有引起太大重视 欣然同意了 然而 斯尔纳兄弟后来遇到了生意上的问题 向NBA提出 以800万美元买断合同 不再享受分红 然而 进行了讨价还价 最终只愿支付500万美元 双方谈判最终破裂 然而 事情发展的出乎意料 不久之后 乔丹崽展露头角 NBA的影响力急剧增加 球迷开始遍布全球 电视转播也变得更加普及 在这种情况下 斯尔纳兄弟的远见着实 显现出价值 80年代 他们每年从NBA领取的收入 超过百万美元 到了90年代 这数字更是达到了400多万美元 2014年 NBA与ESPN TNT签下了全新的转播合同 合同价值高达9年240亿美元 在前缘之前 NBA终于下定决心 与斯尔纳兄弟分道扬镳 最终联盟用了5亿美元的天价 将这份合同终止 然而在这38年期间 NBA为此付出了7.5亿美元的代价 堪称NBA历史上最大的垃圾合同